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这两天的心情转换有点不太容易 昨天嫁女儿今天要讲这一个很严肃的道 就是讲到要致死忠心的见证人 要讲到殉道 要讲到受苦 但是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事实上你会发现 这个苦跟乐常常都是在一起的 你会发现就是像刚才那首师哥所说的 在这个苦难的中间看见恩典 反而是很多时候在你受苦的时候 你感觉到神的恩典 感觉到神的同在 其实是更强烈的 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经文 我们上次提到这一段经文里面 讲到这两个见证人 我们曾经提过这两个见证人 当然有的人讲说这是摩西跟以利亚 有的人又是讲这以洛 反正就是有不同的说法 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 那么事实上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指的 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有这一些的基督徒 这些爱主的基督徒 愿意为主的缘故受苦的基督徒 他们在末世的时候会要出来努力的做见证传福音 那你会发现这两个见证人 真是无敌铁金刚 有没有看过无敌铁金刚 哇 那个真是这个叫做什么 什么功能啊 他们真的是功力雄厚 凡是敌对他的人 声音上里面就说 他就怎么样 用口中喷出的什么火去烧灭他们 哇 好厉害啊 哇 我有什么基督徒会 我们都是被杀被打的 竟然基督徒会到这种地方 这么厉害 哇 我真巴不得我像这两个传道人一样 哇 这个武功高强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谁敢反对我 谁敢不听我 我就马上怎么样 但是你看弟兄姊妹 这两个见证人前面很风光啊 今天我们就看到 结果呢 你注意看 在今天的第七节就讲什么 他说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有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怎么样 把他们杀了 我想我们稍微先了解一下 大家可能这个启示录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那你可以看见整个启示录里面 到了最后末世的时候 有七年所谓的大灾难期间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到了末后了 已经是到了后面的三年半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见 好 就有一个 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 有一些的解经就提到所谓被提 对不对 好 那被提呢 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 这一个见证人他被杀了 是不是 哦 被杀了之后还不够啊 而且你看见 接着是怎么样子呢 这一段时间 就是整个这个这个出 这个见证人出来传福音 在全地在各民各处各方都在那里传福音 可以说这是一个 这可以说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广传福音的时候 好 当这些这两个见证人就预表着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真是那种 好像我们说这是赶死队 特种部队 他们真是不怕死的 就在各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那丢准备 在这三年半的当中 他说 你可以看见 当他们做完见证之后 接着 他们就有这个无底坑上来的手 这个就是指的到后面就提到 这个敌基督 这个沉沦之子 好 那你可以看见 这已经是到了最后决战了 敌基督出来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两个见证人 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敌基督解决掉 这最后是谁生的呢 是这一个这个无底坑上来的手 那建基督之后 圣经上这里提到说 他们做完见证 做完见证 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完成了他们在世上神 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finish will 至死忠心 在启示录里面 你可以看见第二章 第二章二十节 主对斯美拉的教会 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是对斯美拉的教会的得胜者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 我以前这个没有实体聚会的时候 每次我都是平信心相信 当我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的时候呢 就会有我听不见的声音在读 但今天我希望能够听得见的声音 跟着我一起来读 好不好 来 预备 请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要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架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苦患难时日 你勿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观念 丢这边请你注意 圣经上讲的冠冕 我在主日进行讲了很多次 讲的冠冕是什么呢 谁有冠冕 皇帝 古代的 对不对 王 是不是 得胜者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的得胜者 保罗也提了说将来我们要跟他一同做王 那对我准备 做王不是没有条件的 信耶稣是白白的救恩 你相信就得救 但是做得胜者与主同做王 这是有条件的 而这个条件在这个里就提到说 是什么 他说 自死忠心 跟你旁边说 你要自死忠心 说的声音好像不是很热烈 好像大家不太敢提到中间那个字 没有关系 我们基督徒不怕死 跟你旁边 死的时候讲大一点 你说 你一定要自死忠心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你记得一件事情 许圣经上说 神要释放我们 主耶稣 借着他的死 败坏了长死前的魔鬼 我也要叫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隶的 怎么样 今天他要把我们释放出来 不再惧怕死亡 死亡是魔鬼对基督徒 对世人最大的一个威胁 当我们不怕死的时候呢 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一个斯美拉教会的这些得胜者 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 他们是自死忠心的 讲到自死忠心啊 前面上下文你可以看见 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苦难 你将要受的苦 弟兄姊妹 约翰用这一节圣经 也对历世历代 神的耳里说 你将要受的苦 今天成功神学的问题在哪里 你不会听到他告诉你要受苦 你会听到他告诉你说 你要得福 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 上帝要恩待你 上帝要这样子的祝福 那样子的祝福 特别是今世的祝福 但是弟兄姊妹 很多人活在这样子 不合圣经的信仰的里面 等到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就倒下去了 因为在你人生的历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碰到苦难 不是每一次 就是这么容易就过去的 是吗 很多时候神容许那个苦难 甚至持久 有人在婚姻当中持久 有人在这个儿女的问题上面持久 持久受到这样子的苦 但千万用这种经历 记得一直 不管你在人生当中 碰到什么样子的苦难 只要你是一个为主的心 主恩典够用 主的力量够用 他会把你带过去 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允许说 你不会经历这些苦 上帝从来没有允许说 你一辈子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 因此 今天神让我们看见说 这一个两个见证人 他们是自死忠心的 在那里面传道 而且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听说我们中国人 讲到死亡的时候 什么叫做死都死的是祝福 有没有什么成语形容 一个人死都死的是祝福 有没有 我们称他叫做受终怎么样 正寝 我们讲一个人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祝福吗 不是 这两个见证人 死无葬身之地 那就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在圣经上讲的这两个见证人 他不是用传道人 他是讲这两个见证人 The two witnesses 见证人是什么意思 见证人 如果你去查他的希腊原文里面 其实他有一个翻译就是 是指的 就是什么 殉道者 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 但圣地将领在你们山里 你们就必得着 必要在耶路撒利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做我的什么 见证丢子妹 你知道那句话很严肃的 那个意思是什么 你做主的什么人 殉道者 弟兄姊妹 你真是为主要来做见证的话 你要传扬福音的话 你要有一个心就是说 我为这福音的缘故 我可能会怎么样 我可能会受苦 我可能甚至会殉道 讲到这里面觉得很heavy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只有真正地了解到人生 你才会知道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 heavy的一个message里面 带着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 荣耀的盼望 他们不仅仅是 死无葬身之地 而且怎么样 我们中文讲说 轻者痛 对不对 愁者快 好 丢这边你看 在这里圣经讲什么呢 他说 从各民各族 各方各国中 都有人观看 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 放在坟墓里 好惨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怎么样 欢喜快乐 放鞭炮啊 互相送礼物啊 好像是过年一样 好像是那个 圣诞节送礼物一样 嘿 成良啊 哎呦啊 高兴啊 来 我送你礼物 为什么送我礼物啊 我们家女儿结婚 不是 那两个人死了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人家死了你还这么高兴啊 如果今天一个 一个 好像说的一个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那个什么 这个恐怖主义分子 那个偷偷被这个 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打死了 大家会怎么样 哇 好好高兴啊 是不是 这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人是在天国的福音 传天国的福音 他们传福音 竟然死了 而且死在 死在这个大街上面 还被人家观看 全世界的人 我们很难了解 群世人怎么看 但是圣经上讲 各民各主各方 显然这个代表的意思 不是 不是 不是两个人 是各地的见证人 但这里是一个象征性 启示录是象征性的说法 让我们看见说 他们死的那个光景是 别当时候的人恨恶他们 你注意看这些圣经上说 他说 住在地上的人 因为这两位先知 成叫住在地上的人 怎么样 受痛苦啊 哇 这个跟我们平常读圣经 读得不太一样啊 基督徒应该是做好事 基督徒应该常常帮助别人 别人因为基督徒的关系 常常会觉得很高兴的 对不对 这两个人怎么会让人家 恨到一个地步 死了还要 普天同情呢 其实你去了解 一个人如果是在罪恶当中 他不愿意悔改 当你告诉他 当你指出他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反应 他怎么反应 就好像施洗约翰 有没有 施洗约翰指责西律 他怎么样子 把他自己哥哥的 这个太太娶过来 是不是 所以 亲爱的兄姐妹 当人被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呢 他会生气 甚至他想要把你杀掉 因为别人不知道我的问题 你竟然把我的问题挑出来 而这两位见证人 他们在那个地方 勇敢地传福音 传福音 勇敢地宣讲信息的时候 告诉当事的人 告诉他们要离开罪恶 悔改信耶稣 所以人不喜欢这样子的道 兄姐妹 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如此 你可以看见历世历代 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 你就会发现 今天这个世界 有许多抵挡基督的人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罗马皇帝 曾经有过 至少 有人统计过 至少有十次的逼迫 那么在尼路的时代 也就是在耶稣的那一个时代 当时候 基督徒被这个逼迫 逼迫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这个罗马皇帝 尼路 他是一个很 这个根据教会的历史里面的 这个研究 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这个人性情又很暴力 很古怪 所以呢 他当时候 想要把整个罗马城 要把它改进 他就放火把罗马城烧了 但是他又怕别人怪罪他 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 通通推卸到哪里呢 推卸到基督徒身上 然后呢 就开始用残忍的方法 去逼迫基督徒 比如说 这里的一个 这张图片就是 教会在这个历史上面 很有名的 就是你如果今天到罗马去 你到罗马去看了 你到那个斗 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斗兽场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他保留的那个情况 当时候这个斗兽场 是在做什么用呢 很多的基督徒被放弃 身上穿上兽皮 然后把它放出来 然后就让这些狮子 让这些狼 让这些豹 这些野兽 去跟他们就搏斗 你想想看 跟这些野兽搏斗 最后结果是什么 这很多的基督徒 就在这个斗兽场 被野兽活活地咬死 诸如此类的 很多这些很悲惨的事情 在那个当中发生 据说彼得 在祖后六十四年 是道定十字架而死 保罗 在祖后六十六年 为主殉道 我到罗马去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天主教 盖了一座 不是庙 那叫什么 就盖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小教堂一样 那个地方据说 就是保罗殉道的地方 那天主教传说什么呢 据说 天主教很多这些 就是说怎么说 就是很 很戏剧化的传说了 就说 说保罗被砍头的时候 他的头 连跳了三下 所以他们就在 那个地方 给他建了一个小教堂 然后就祭奠他 然后那个保罗 被关监牢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 你可以看见 有一个监牢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那个地方就说 是保罗的头在这边 跳了三下 但那个东西不重要 那个东西 那些都可能是一个传说 或怎么样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保罗为主寻道 亲爱的丘子妹 你看 你看初代教会里面 这些使徒们 保罗彼得等等这些 你看他们一个一个的 都是最后为主寻道了 亲爱的丘子妹 这不是圣经的时代而已 马丁路德1517年改教的时候 也是面临到逼迫 你知道当年 马丁路德为了躲逃跑 他躲到处跑啊 我们到德国的人都知道 你一定会有机会去 去看这个德国 你看见那个 我记得我一次到德国去的时候 那个这个红牧师就带我去 去一个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啊 就是马丁路德被关在这里的地方 我们讲的马丁路德的时候 讲得很风光啊 改教啊 是不是 整个路德中啊 信义中啊 都是以他的名字啊 但是你知道吗 马丁路德他并不想要 这样出名的 当他改教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竟然会带来这么大的 一个轩然大波 教皇下令要追杀他 在当时候天主教掌权的情况之下 所以马丁路德为了改教 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许许多多的改教家 你名字有些 可能你都不认识 但是我如果提出来 可能我们今天整个早上 就讲这些改教历史 就讲不完了 这些改教家 许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 他们就被追杀 被下奸 现在就准备 所以有一个拉丁教父 叫做特土良 之所以称他叫拉丁教父 就是因为 他是用拉丁文来写书的 特土良讲了一句话 他说训道士的血 是教会的种子 那么我们近代的一个 美国的学者 叫做华伦威尔斯比 华伦威尔斯比 他写了整套的圣经的注释 大部分的 可以说大部分的旧约 包括整个新约 他都写了注释书 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上面 这个圣经学者当中 非常著名的一位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逼迫之于福音 就如同风之于种子 使之扩散 并且带来丰收 对我这边 你看见初代教会的时候 门徒们出去传福音 逼迫来到 逼迫把他们带到一个 什么结果 从耶路撒冷 一直到撒玛利亚 一直到了这个 这个居比路 到了这个该撒利比亚 到了这些外邦的地方 然后一直到那些海外的 讲希腊文的 这些的犹太人中间 向他们传福音 后来到了安提阿 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 从安提阿教会 就裁判了保罗跟巴拉巴出去 然后福音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到全世界 一直到最后 保罗说 我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 弟兄姐妹 怎么来的 如果没有逼迫 门徒们继续在耶路撒冷 哎呀 唱这诗歌多好啊 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疫情 你我在这个地方聚会 forever and ever 多好啊 再过十年 我们当中多了十岁 可能多了一些人 盟主重召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青年团契呢 变成中年团契 老年团契呢 变成更新团契 不是 不是 人爱团契的 变成更新团契 那你会发现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啊 你要去传福音 到哪去传啊 到哪去传 托认 托认是你碰到几个华人 实在是不容易 是不是 该信的可能都信了 不能说其他人就不该信 就说以这个数据的比例来讲 基督徒在北美 大概百分之五的比例来讲 我们托认是大概应该是 绝对超过了百分之五的 这个基督徒了 所以你再要去传的时候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是不是 好 那弟兄姐妹 但是福音是不是还要传呢 福音是不是要传出去呢 怎么传出去呢 我常常想说 主啊 我们在这边希望传福音传福音 但是怎么传呢 哎呀 pandemic来了 我觉得这个疫情 来得还不够凶劣 因为大家反正可以躲在家里面 是不是 但就这么一件事 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来了 不是要我们好像是逃难一样 我们就逃 逃 你看初代的教会 当地魄来临的时候 他们出去 本来应该是逃难 对不对 可是他们出去逃难 但是他们没有 在这一个逃难的心态 逃难的心态就是说 有哪边安全 我去哪边 不是 不是 他们反而是加深了 他们那种传福音的心 就像这里说的 好像野火一样 那个风吹着这一火 就把这个风一直吹 亲爱的兄姊妹 但愿 但愿你我 不要等到逼迫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来传福音 可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看见 逼迫是好的 苦难是好的 这些的逼迫 这些的苦难 会使得一个人更爱主 会使得一个人 竭力的去传扬福音 但是听说这辈 这条道路 这个见证人的路 是一条受苦的道路 可是这条的道路 也是一个荣耀的道路 今天在美国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虽然这个环境很不错 这个环境好像看起来 没有什么逼迫 但是 It's coming 这个是一个圣工会的 一个college 在这个圣工会的校目 48岁的 这个圣工会的校目 学校的校目 他因为反对 一个LGBT的团体 你知道这些团体很积极 这个团体 叫做educate and celebrate 听起来好像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他们这个组织 专门就是到学校里面去promote 要把这个所谓的性教育 放到学校里面 而且他自己offer 我来教你们 怎么去教这个性教育 所以后来这个学校 这个创办人进去 跟他们的校长 说要他校长 因为他这个背后都是有政治力量的东西 是吗 因为整个政府现在是支持所谓的平权法案的 拜登就是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 就是说你在学校里面 在任何的场所 你都不可以歧视这些LGBT的人 那其实他们所谓的不可以歧视 已经变成是要踩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歧视的话 他就可以帮你 他就可以撤职你 他就可以告你 甚至让你下坚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当他提出来反对意见 校长告诉他说 他说Don't worry 我们在讨论这个议案通不通过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隐奉所有的老师 一定通知每一个staff 结果没想到有一天 他就接到通知说 要他去教这个课程 他就去找校长 他说校长 你不是说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应该会隐奉我们吗 你为什么要通知我 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同意 所以他们就没有通知他 他们就做了决定 要在这个学校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要来教LGBT所引进的这个课程 后来他仍然是要坚持 所以他在教的时候 他就告诉学生 他说你们不需要 follow这个课程上面所说的 你们有权利来选择 你们自己所需要的符合圣经的 因为这是基督教学校 所以这个事情被听到了 就报告给他们的学校当局 学校当局结果就下令 要他停止 等候调查 结果就在停止等候调查的过程当中 后来他很惊讶地发现 原来学校把他的这一个行为 报告给这个FBI 说他的行为是有恐怖主义的分子 恐怖主义的分子 他说他其实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就在去年的三月 全国封锁 疫情封锁被安排休假的时候 那么他被通知这个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单位 还被通知地方单位 那个儿童保护的联络官员 把他当作是那种 好像是罪犯一样的 结果在去年的12月 他就被裁员了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 Christian Today 就是今日基督教这个报纸里面 他这样说 他说 他说我的故事 向其他的基督徒 传递了一个信息 你不能自由地谈论你的信仰 你不能够自由地谈论你的信仰 今天在美国 已经政府 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 已经让你进入了一个状况 你不可以自由地谈论你的信仰 虽然表面上他说 我们是要保护LGB 保护别人的权益 但是其实这个权益里面 已经远远超过这样子了 你如果要讲到这些 跟这些LGBT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被告 你就会被 可能就会面临像这个 学校把你停职 或者是公司和行号把你赶出去 其实你知道像Google 像什么Disneyland 像这些很多的Facebook 这些大公司 全都是同情LGBT的 你想想看你在那边做员工 你觉得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吗 所以我发现我们年轻一代的 我们自己儿女的这一代的 这是我自己跟我的儿女们 跟她的朋友们这样子的谈话接触发现 我发现他们已经在这个文化当中 被形成了一种退让 甚至是容忍 这一种的文化里面 这一种的文化形成了 今天我们下一代的基督徒 你很难看见他们勇敢地 在那边传福音 所以这一点来讲 其实我是蛮佩服InterCP的这些年轻人 虽然有人说他们太激进 太radical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今天的另外问题是什么 我们太温了 都像温水煮青蛙 多一个少一个 没什么差别 青睐弟兄姊妹 今天在末世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选择说 我不为主传福音 我不为主传福音 这个受苦 不可能的 你如果不传福音 你如果不为你的信仰来征载 你最后的结果 你就会可能是退缩 退到一个地步 你存在不存在 别人没有感觉 这就是末世的光景 今天在美国已经开始这样子了 但是亲爱兄姊妹 当我们看见这时候 你不要感觉沮丧 你不要感觉失望 你要看见 这是逼迫是好的 这些拦出来的是好的 因为这是一条受苦的道路 这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跟你旁边说 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亲爱丢子妹 你看 这两个见证人 在这里提到说什么 他说 我看 我们这边要看一下 来 你看了没有 这段声音说什么 他说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从神那里 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圣识去发 亲爱丢子妹 他们就站起来 意思是什么 他们就复活了 然后呢 看到他们的人 都甚至害怕 看到没有 亲爱丢子妹 我觉得今天我们反过来 今天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基督徒 不敢传福音 其中一个是怕 我怕我跟他讲福音 怎么样 被他拒绝 所以这种惧怕 使得我们很多时候 好像对我们所传的 我们不觉得 它是一个荣耀的福音 我们不觉得 这是一个福音 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亲爱丢子妹 如果你今天 我女儿 折天结婚 你怎么知道 别人告诉我 千万不要说 你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 穆斯尼女儿结婚了 这么秘密啊 什么原因 哎呀 我更想知道 什么原因 你说意思吗 那亲爱丢子妹 大好的消息 是不是 所以我 普天同庆 对不对 那亲爱丢子妹 为什么我们传扬 这个福音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我们竟然 哟 不要跟人家讲 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是基督徒啊 谢饭祷告的时候 公司午餐 lunch break的时候 我看旁边 如果没有人的话 赶快做一个祷告 然后开始吃午餐 今天同时邀我出去 跟人家一起吃午餐 跟他一起到外 到外面 哎呀糟糕了 我平常就想办法拒绝 今天没有办法 他们一直说 哎呀 你怎么都不跟我们出去 你太不合适了 怎么讲了半天 我想我今天一定要跟他们出去 免得被他们排斥了 好跟他们出去 糟糕 吃饭的时候该怎么办 哎呀 想了一个办法 哎 我先去上个厕所 到厕所里面 做了一个谢饭祷告 然后再出来跟他们吃饭 哎 丢子妹 你不要笑啊 我刚刚信主就干过这种事情 我刚刚信主就干过这种事情 丢子妹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问 我们真的相信 这位耶稣是活的吗 我们正觉得这个福音 福音就是good news 我们真的相信 天上地下 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吗 如果我们真是相信 丢子妹 那这一个福音 要传啊 这个福音要勇敢的传啊 这个福音 不管别人要不要 无论得死不得死 总要传啊 Amen 那丢子妹 我那一天在城岛里面提过了 那个首席公司的老板 我一跟他讲了福音 奇怪 对我的态度马上不太一样了 我上个礼拜给他一个message 说 说要请他帮忙什么什么 到现在还不回我 我这一个礼拜 他还没有时间去 我想下礼拜 我打给万文问他 怎么回事 做生意应该不会这样子吧 是不是 你要赚我的钱 你应该很主动的服务啊 对不对 奇怪了 我唯一推想的就是说 会不会是那天 我一开口跟他讲福音 讲了一段之后 他讲了一段之后 讲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开始找借口 我现在有个电话 我现在要忙啊 但丢子妹 是他要怕我 对不起啊 不应该说他怕我 可是就说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嘛 你跟他传福音 他怕你传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既然我宁可 是别人这样子怕你 而不是你怕他 不敢跟他传 你懂这意思吗 那么这一个 这一些 这两个人 他们复活之后呢 众人看见了都很惧怕 现在我准备 仇敌都会惧怕 神人看见了上帝的作为 看见上帝是这两个人复活了 他们就惧怕 你看这 在旧约里面 当这个以色人出埃及的时候 过红海有没有 当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 然后后面的埃及追兵 就在海中就被淹没了 这时候摩西就唱出了摩西之歌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看见 声音上怎么说 出埃及记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说 他说这许多的人 他们怎么样 他说 外边人听见就发战 疼痛抓住菲利斯的居民 摩押的英雄被战斤抓住 这些都是以色列当时候的仇敌敌人 加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亲爱的丢子妹 这两个传道人 代表着这些忠心见证主的人 他们虽然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一条受苦的道路 但是他们所走的也是一个荣耀的道路 当他们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 人看见他们 众人看见神的作为 都要惧怕 初代教会也是如此 你还记得初代教会有什么例子让我们看见 全教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都惧怕 什么事情 你注意看 使徒信乃第二章提到说当 使徒信乃第五章 讲到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怕什么 亚拉里亚沙菲拉 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同同心合一 这个同心合一的部队 他们同心合一的七红圣灵 他们本来说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 全部捐出来 结果后来两个商家 哎呀 全部都卖了 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对不对 留点老本吧 所以 我不知道他们留多少 留个一半吧 圣经上说狮子留了几分 好吧 我们就算三分好不好 十分之七都给上帝了 十分之三给自己 过不过分 请你说 过不过分 过不过分吗 一点都不过分 如果你奉献超过十分之七的 你可以说太过分 但是 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他们当初奉献的时候 他们promise是什么 他们要全部给的 百分之百 你懂这意思吗 差别是 所以圣经上说他们欺猴 欺骗 哇 我每次看这段圣经 我就说 主啊 你若见察 罪孽 谁能在你的面前 占你的主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 所谓新约的教会 我们缺少的就是对神的一个救援 因为我们常常喜欢讲神的慈爱 但是我们缺乱 我们缺乏旧约 当人看见神的作为 当旧约里面能看见神这样子的 好像那么公义 那么刑罚的那一面 他今天怎么样的 你看雅干 雅干又是一个例子 请看记得雅干的例子吗 雅干 这个造成他们 以色列打败仗 后来他们查查查查查出雅干 雅干能做什么事情啊 雅干做什么事情 雅干做什么事情 神吩咐说 你们把亚马尼人打败之后 你要把他所有的通行 通通都消灭掉 当灭之物 这些通通是当灭 都能消灭 雅干呢 这里有五两的银子 纯银 还有纯银 这个东西烧掉了 太可惜了吧 是不是 就拿来藏在里面 自己融 听众子妹 这个叫什么 人之常情 听众子妹 这个叫做悖逆 这叫做不顺服 这叫做不听神的话 你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归到我们老祖宗 亚当夏娃 请问亚当夏娃的问题是什么 亚当夏娃 他犯了什么罪啊 请问我们的老祖宗犯了什么罪 园中的果汁都可以吃 只有一个果汁不可以吃 那个果汁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果汁 好 结果呢 夏娃吃了 夏娃叫他先生一起来吃 供饭 是不是 请问 你不会觉得上帝很小气 吃个果汁有什么关系呢 你到我们家来 每一棵树果汁你都可以吃 上帝为什么那棵果汁不可以吃了 我们不去谈道理 不太去研究 为什么 你只要研究下去了 我就跟你就变成是非了 但是圣经要让我们学一个功课 神说是就是 神说的话绝不打折扣 你把上帝的话打折扣 你把上帝的话做一些的修正 你没有完全摆真之摆地照着上帝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罪 罪原文的意思就是设不中标的 那个标定就是神的标准 你没有达到标准 不管过与不及 就叫做罪 亲爱的兄姐妹 当时候全教会的人听见这事情都惧怕 你想那会带来什么结果 我想从此之后奉献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敢失之留下几分 你相信吗 那亲爱的兄姐妹 不仅仅如此 这两个坚持的人死了 复活 然后呢 那当时候看见的人都惊奇 都害怕 因此他们就开始敬畏这位神 对不对 亲爱的兄姐妹 接着呢 然后你看见 他复活之后呢 三天之后怎么样 圣经上说什么 就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 亲爱的兄姐妹 你想想看圣经当中 你有听到哪一个人 没有经过死就上天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来考考大家的圣经知识 来 罗亚 好 还有呢 难怪有人说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罗亚 就是这样子 还有没有 遗落 对不起 那个不是罗亚 是遗落 我刚反应太快了 把错变对 所以这个 这个艾伯老学生 对不起 所以有人说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遗落 还有谁 以利亚 是不是 以利亚 当他升天的时候 他的弟子以利沙 看着他 哇 以色列的火车沾马 你看到没有 哇 多么样子荣耀的光景 我不要 我当时不在场 我现在看这个图 我就觉得好荣耀 基督徒坐到这个地步 有一天你可以看见 我就 我就升天了 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但是请你问 请看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两个人死是怎么死的 死是怎么死的 死在街头上面 三天半 连坟墓都不给他们 让全世界的人 看他们 让他们看他的死相 看到没有 弟兄姐妹 但是在死亡之后 就进入荣耀 这就是在启示录里面 也让我们看见 整个圣经要启示出来 真理 就是说 若不是经过苦难 就不会有荣耀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是如此 是不是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是如此 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说 当耶稣基督从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你记得在使徒信传 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升天之前 他就跟门徒们 四十天跟他们谈论 神国的事情 然后讲完之后 耶稣怎么样 就升天了 是不是 耶稣就升天了 然后耶稣跟着 我望见他们说 家里的人 你们在这边 看什么呢 你们看见我怎么去 我还要怎么样再来 看了没有 所以耶稣升天 荣耀的升天 因此圣经里面 多次的提到说 他还要夹着云降临 看到没有 就像他在 使徒信上一章所说的 所预言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位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升天了 如今坐在 天父宝座的右边 耶稣因为受苦 而得荣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仰里面 不能够只有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所以你知道 天主教 非常强调 这个耶稣定十字架 你也会发现 很多天主教徒 他们非常的推崇 像玛德托瑞萨 这些所谓的 把耶稣的爱 这样而行出来的 但是在天主教 信仰里面 对耶稣基督的 复活升天 再来这一部分 没有那么样子的强调 那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信仰 不能够缺一个 我们要看见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受苦 我们要看见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 再来 我们要看见 耶稣基督受苦 使他能够得荣耀 因着他经历苦难 所以他能够进入 他能够升天 神就把他升为至高 赐给他 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无不屈膝 怎么样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弟兄姊妹 所以保罗也说 如果我们和他 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 一同的荣耀 弟兄姊妹 保罗在 菲律比书里面 提到说 他说 如今他不是以为 自己已经得潮了 他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常常提到他效法 耶稣基督的死 也效法基督的复活 我们怎么样与他一起 一起死 我们就能够整他 一起他复活 所以你还记得 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我们怎么受洗吗 保罗讲的受洗怎么样 在罗马书那边 讲的说 我们借着洗礼 与他一同 一进去怎么样 死了 然后呢 起来了 复活 你看到没有 没有死就没有复活 没有经过苦 就没有荣耀 这是 属灵的定律 那弟兄姊妹 所以呢 在西伯来书第二章 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 耶稣基督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关键话说 他成为得胜者 他得到了那个作王 他成为 他作王了 他那个冠冕 他得到了 那么他也要我们怎么样 他要领许多的儿子 尽荣耀里去 兄姊妹 NIV的圣经 英文圣经 现在他们的翻译 也有点受到这个影响 这种所谓的性别的影响 所以他都把它翻成什么呢 凡是讲儿子呢 或讲brother呢 他都要再加上一个sister 你如果注意去看的话 好 我今天不谈这个 因为有人在问我 NIV最近的版本的问题 我说事实上 它是有一些的翻译上面 是有这个神学的一些的 思想观念的影响在里面 所以比较鼓励你 比较好的版本 就是说像这种 这个esv也可以 比较白话的 那么另外像这个nasb 是比较最接近原文的 NIV是这些年变化了很多 好OK 我今天不在这主要谈这个 那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看见 他要领许多的儿子 尽荣耀里面去 这许多的儿子是指谁呢 那这个儿子是指谁 儿子指谁 我们再做了弟兄 姐妹也是 是不是 那这里请记得 他说领什么 是许多 他们又说所有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凡是 信了耶稣基督的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 对不对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清楚地告诉我们 对不对 我们就有权柄 做他的儿女 是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提到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是指谁呢 是指的那些得胜者 亲爱的兄姊妹 在教会历史上面 在东正教 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历史上面 都有这样子一个传说 就传说是在西元 大概320年的时候 那么罗马当中 有一个皇帝 叫做里希尼 这个皇帝 他逼迫基督徒 那么杀害基督徒 凡是基督徒 他就迫害他们 那么当时候 有这个罗马军队里面 有40个士兵 这40个士兵呢 他们是信耶稣的 所以后来他们就被带到 这个审判官的面前 审判官就威胁说 要把他们隔职查办 其中一个士兵就回答他说 他说不但你可以隔我的职 你同时也可以隔除我们的性命 因为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比 事实上没有什么更珍贵 跟荣耀的了 那么之后 指挥官就命令这个仆人 就用石头打他们 砸他们 那没想到这些仆人 像基督徒在投这个石头的时候 就和这个石头反弹回来 你记得 天主教天主教或者东正教都差不多 他们的这种传说 都是有这一类的 所以你大概知道 就是为什么他会提到 石头你可能会理性想 石头怎么反弹回来 好 那这些都不重要 那这个石头反弹回来 砸在了这些的 这些这四十个 这些叫就说他的 这些长官的仆人的身上 甚至有一个石头呢 就砸了这个指挥官的脸 把他的牙齿打掉了 所以这些的人很愤怒 就真的是大家就好像是野兽一样 就说这个长官就下令说 把他们绑起来 然后就把他们带到户外 当时候是很寒冷的冬天 去带到那个湖水都已经结冰了 就把他们脱光了衣服 叫他们躺在那个冰冻的水的里面 哇 这个过了一段时间 这些人都冻僵了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热水放在湖边 好像是勾引他们一样 就让他们的眼睛视线 可以看到那个热水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只要否认耶稣基督 你立刻我们就把你释放 你就可以去那个地方 那个热水 这个来浇灌你 结果这其中有一个士兵 忍受不了这样子的寒冷 他就站起来 然后他就说我要 我要 我否认耶稣基督 结果当他这一个 就在那个moment 有一个另外一个士兵 在那边辞行的士兵 看见了之后 他就冲上前去 他说你这个傻瓜 你不要这一个耶稣基督 你否认耶稣基督 我要这个耶稣基督 我要得到这一个神 给我的荣耀的冠冕 因为在之前 他看见那个三 有那个 有那个三十九个冠冕 就这样降在 这一个三十九个的 这个士兵的身上 然后那一个 否认耶稣基督的 那个冠冕没有了 当这另外一个士兵 说我要的时候 他过去就躺在 那个湖水上面 然后另外那一个 第四十个荣耀的冠冕 就又降临 蔡查身上 这时候天上就有 欢呼的声音 唱歌的声音 就说四十个 殉道者 四十个冠冕 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面 很有名的传说 这个传说到底真是假 我们不晓得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一个传说 释放了一个信息 就是 主对那些忠心 跟随他到底的 有一天 他们要站在 主的宝座面前 主说 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跟我一同做喜 我要吃给你权柄 一同来管理 这个新天新地 亲爱的兄姊妹 历世历代 主都在征召 呼召这些的得胜者 我们的福音 不要只停留在 上帝在呼召人 悔改信耶稣 我们的福音 包括了 上帝也在呼召 他的儿女 经信耶稣的人 上帝在呼召 要成为那个 得胜者的行列 亲爱的兄姊妹 但愿在这个末世 越来越多 会有逼迫的这个时代 你我都能够成为 致死中心的见证人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我们 其实想到 要面临到 为福音 为你的缘故 被逼迫 被人家拒绝 甚至受苦 作奸 殉道 我们没有一个人 按照我们的肉体 是喜欢的 但是我们看到 历世历代 许多忠心 跟随你的人 他们一个一个的 效法你的脚踪 走上了这条道路 走上了这条 十字架 受苦的道路 为着福音的缘故 为着主的名的缘故 他们甚至 殉道 死在别人 都不知道的地方 历史上面 也看不见 他们的名字 但是主啊 有一天 我们都要 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要见你的面 主 但愿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 坦然无惧地 在你的面前 欢喜快乐地 来迎接你 直到我们 致死 忠心 坚持我们的信仰 为主的福音 传扬福音 我们尽了 我们自己该做的 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 林良他 每一个弟兄姐妹 将来有一天 都能够成为 那个得胜者 能够与你一同 同享荣耀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